搞不好這今天真的參謀王 那就分手了 脆脆的 脆啦脆啦 無恰可怕 愛情變身 幾出幾出的電影 不至於唱去看醫生分手擂台開打 連緊氣到發動反擊 假掰美鳳度 拜託喔 他如果取到我 他不會划算啊 所以你真的也要想要為你 走到你一天下一個階段 所以他會是你 為了小孩的爸爸嗎 結果10月27號猜任愛的李安錦 不到一個月就跟金主普志宇催了 他今天發文寫下 按照奇葩人生我又膽生了 時尚最快終結篇 來手苦笑不得 男生都騙我對不對 我沒有騙你喔 是不是我也沒跟你借歉 最了解小兩口感情GG的主因 是李安錦先前搶俠普志宇的前女優學幣 直視前砲友曾經開直播公審普志宇 加上李安錦因金錢糾紛被黑道提告 普志宇不想跟黑道斬變 多次勸他不要發文惹是畏國 而李安錦做筆錄時還堅持要普志宇陪同 交往以來風波不斷 讓男方省心俱疲 也曾多次私下向友人訴苦 他太失控了 溝通無效雙方陷入冷戰 普志宇也暫時搬走 最後李安錦傳訊 我們到此為止把我家鑰匙還來 接著就發文宣布分手 有人表示普志宇根本不想見面 所以選擇把鑰匙有寄給李安錦 我應該不會是請假 我剛剛不會假惡了 不會假惡 在李安錦正式分手後 普志宇也寫下常文控訴 你一天到晚公審我 請問我有說過什麼嗎 當初你身邊的人都叫你不要借錢 你有聽嗎 今天自己搞出來的壓力 你怪誰咧 就分家都講意思吧 我就要吃氣啊 然後 投賽啊 我在妹妹買東西 才那個一個都才多少錢而已 那這個你需要嗎 那你現在公主就這個樣子嗎 然後呢 好 買單錢對不對 我剛才投賽他是要吃了納豆幹嘛的 然後我講 你有付錢嗎 好 欸 不要幹嘛 所以這個就是你用的 什麼 跟你講 外眾也都是我付錢好不好 扛集合的拿納豆事件 100多塊的事情一直講 那如果我真的要算的話 請問Beebo包月洗澡 睫毛的錢3千多元 我是不是也要拿出來講咧 然後你的日子什麼都 我還幫你買的內褲 幫你弄在家裡面 其他的服務區 老師比你比較貴耶 給你啊 謝謝 又不是我最愛的東西 還有 不要營造我很小氣的形象 如果講彼此送對方的禮物 你送我最貴的是你賣的簡標的衣服 而我送你的可以買幾十件 你送我的衣服吧 瓜糊 別看完以上說什麼還你啊 我家有了 這種幼稚話別登場喔 還給你啊 還給你啊 我一次講出我的抱怨 就是希望你要去看醫生 不要搞到自己人不人 鬼不鬼的 李安靜對詞語帶哽咽的說 他真的很過分 我現在整個人在抖 並發文做出反擊 風度在哪名眼人都看得出來 對於人生的過客 博言相向 不叫假掰找男人 我真的不曉得 我為什麼跟他在一起 等一下 人家要介紹給我的都是那種 幫我下班妹子 無用無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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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 回來了 我真的這麼辛苦 別再為愛收穫